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是高学历的80后家庭 在照顾孩子方面对父母的依赖程度越高 子女学历越高 收入也相应更高 父母也就更愿意帮着照顾孙子孙女 这一方面是亲情 背后逻辑更根本的是经济效率 同样的时间 高学历子女不照顾孩子就能赚更多的钱 80后理想的子女数量是1.7个 按这个数字粗糙算一算 大概有70%的80后有生二胎的心 可现实中明确表达了生二胎意愿的人数 只有可怜的13% 不想生二胎的原因很喜闻乐见 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 经济成熟能力 住房条件和时间 工作条件不允许 虽然无论从收入还是从资产的角度看 父母一辈对80后的影响都非常大 但80后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不拼爹妈 靠自己的力量成功 在影响孩子未来的因素中 80后觉得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 孩子的努力 孩子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的价值观 在满庭焦虑的时代如何才能调整好心态 让自己稳步向前呢 接着关注人生资本论吧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人生资本论吧